接下來沒多久就中秋節廉價 很多人要烤肉 但偏偏疫情爆發 也讓各縣市直接下達 禁烤令 只能在家裡自己烤 這讓肉品供應商 救苦連天 原本想撤人的這個黨旗 大賺商機 挽救三次警戒下滑的業績 但Delta疫情曝光之後 也讓團體客戶 代客烤肉的訂單 全部被退了一大堆 虎蝦到貨 先拆封 放進真空包裝機 秋節檔期 往年一週禁一次貨 今年卻無法花錢不手軟 這個月就叫一次 不敢再多 DELTA疫情來得太不剛好 烤肉大盤商承受退訂潮 今年訂單被砍到只剩二十幾張 要是回到過去 光一天就湊滿一疊 來到冷凍庫 最受歡迎的里肌肉片 以往堆得比人還高 現在只到腰部 這家雙北最大烤肉供貨商 有不少團體客戶 也常為大型機構代客烤肉 中秋節前後兩週的營業額 原本占全年營收百分之三十 可以賺進好幾千萬 今年五月升三級警戒 生意開始慘淡 七月微解封業績稍微回溫三到四成 但九月的淨考令一出 恐怕跌到只剩百分之五 退訂的狀況 大部分都比較多是那種公司團體 或是就是要出去戶外烤肉 這種退訂比較多 出貨對象只剩下散客 對於大量退訂 老闆說已收得定金會退還 畢竟疫情期間不得已 但不知道誰來體諒他們的苦 記者劉松寧 陳瑞祥 新北市報導